其实我是从格式化这个VBA的程式复制之后把它贴过来改的 你想说怎么改? 基本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由这边我已经写好了 我把它先delete掉 当然第一个插入一个前期名好了 名称叫前期名 然后我是直接拿这一段程式Ctrl C 然后直接把这边Ctrl V 那你会想说好像有部分一样可是有部分不一样 那哪些一样呢? 基本上我们是范围这个部分 我把它向下再拉上来一点点这样看 前期名 那你可以观察 其实有的时候程式怎么写出来的 其实都是自己想出来 所以这里面云端上所有程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就像说出去旅游也是一样 你说那些行程怎么变出来 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而且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我也是第一次去到那里 很多东西就是自己要想办法 那你要多做一点功课 所以我发现 有时候出去玩出国 玩花的脑力还蛮多的 他想到这里糟糕了 再来怎么办? 坐什么车到那个地方?我也没去过 赶快Google一下 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人做过什么 不过也是出发前可能要先做一些功课 如果没有那只好自己要 那也没有办法问的 因为不会讲日文 你跟他讲英文 他们也会很害怕 所以就是想办法 这也蛮有趣的 可能我喜欢这种挑战 所以像写程式也是都是挑战 很多程式我本来也不会写 怎么办?想办法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那我需要什么? 第一个,一样我就是 for i 等于那个什么 第二列到最下 我做什么? 把这边的 如果它的条件 里面是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刚刚是设定 什么呢?它的格式 可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的需求是什么? 我是希望可以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帮我放到这边来 OK 所以我要怎么放? 那第一个可能会需要一个问题 我要放到F栏的哪一列 OK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什么? 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初始值 也许我叫做K好了 它的初始值等于2 为什么等于2呢? 因为我直接先放在 F栏的第二列里面 那如果再放一个之后的话 那我叫K 要把它往下 所以K必须什么? K等于K加1 加1之后呢 它就往下放 所以这边的程式 第一个 我需要多增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叫K 那名称我自己取的 你叫其他名称都OK K等于2 意思是从第二列开始 那如果找到之后的话 我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 这边不用 把这个储存格里面 不是格式 所以把这个A栏里面的东西 丢到这边来 所以特别注意 写的方向你要注意 后面的东西 丢到前面去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我应该前面是写什么? 我要丢到哪里? 丢到的是K列的F栏里面 所以我告诉他说 K列的F栏里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目前的这个A 有没有 把这个东西 帮我找到了 因为他如果小于 等于7这个条件 所以跑到这边 当这个条件发生了 那我要把这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叫什么? 就是叫Sales 同一列 因为他们是同一列 同一列的A栏就是他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边 叙述方法就是 Sales的K列 因为K 预设值等于2 F栏 他就把资料丢过来 丢过来之后的话 那可是如果再往下找 如果要找到的话 K还是2的话 那会资料把它盖过去 所以你底下还要再多写一行 什么呢? K等于K加1 意思就是我已经丢一个了 那你再来下一个 你就要再把它往下一列 那这个叙述是 他本来是2 2加1变3 3就把资料丢到前面去 所以K就变成3了 这种叙述应该可以理解 程式写完了 就这样而已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清除掉 那这样OK 不过我看一下 我先把它射中断 因为这样看你们可能会太快了 K现在等于2 那当他什么时候 会进到这个条件里面 当I等于13 那13的话是 到这里 其实就是这一列 当这一列 它里面的资料 因为刚好是等于7 所以他会怎么样 把这里面的资料 还特别说 Sales I列的A栏 就12 丢到这个里面 那K目前等于2 就放在这里 所以我这一行直接按F8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他就帮我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丢到这里来了 但是你要往下放 所以K目前等于2 如果把它加了1 再存回去的话 这个时候K等于多少 K等于3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而且你会发现 真的其实程式 没有多多少东西 我基本上是把格式化的贴过来 只有产生一个哪一列 还有K加1 然后把找到的东西丢到里面去 大概就这样而已 其实程式并没有多多少 可是它的效果还蛮大的 我觉得 所以你工作里面说真的 很多地方真的程式不需要太复杂 写对的一次就对了 真的 那写不对 有时候你写 所以真的程式这个 我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应该有我的智慧财产 智慧在里面 当然 讲到智慧财产 OK 那当然 要把它执行一下 全部都列出来了 OK 应该可以懂得逻辑 而且 这种写法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很多地方我也是类似的 比如说我要找什么资料 放在另外的地方 我要找我想找的资料 帮我列过去 那其实逻辑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我也是拿之前 曾经想过写过的东西 稍加修改 就完成了 清楚的话 其实很简单 F2到F8 没有 后面加一个什么 点 CLEAR CL就可以 CLEAR CONTENTS 这样就OK了 当然因为这个前七名不会变 所以到F8 就不用追踪了 反正就清掉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写法 有一些 如果是固定的 类似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常用范本 也许你可以自己弄一个什么 自己的范本集 像我的习惯是放在云端 因为云端真的太好找了 手机打开也可以 平板电脑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们以后呢 希望随时可以找到你要的范本 然后马上可以修改 就可以用的话 其实我对于你们程式传言 应该会蛮有帮助的 那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的 清除这个 然后格式化 另外的话就是 直接列出前七名 多一个清除 就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呢 我 列出前七名的这个程式 其实是从前一段 有没有 格式化 VBA那一段程式 抠过来 做修改的 OK 所以我还蛮建议 至于怎么改 我是强烈建议你用理解的 其实理解真的没什么 而且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同学最大的问题是 后面东西丢到前面 其实真的很简单 常同学都搞不清楚 问我说老师 这边的资料怎么丢到另外一边去 其实就将中间加个等号 前面东西就丢过去 没有很复杂 另外 K等于K加1 是加了1之后 再把它存回去的意思 所以这部分如果你可以理解 以后写VBA的程式 真的越来越简单 可能还要花一点时间 这东西 虽然程式不多 但是如果你每一行都能够理解 真的可以变化出 非常多的各式各样工作的需求 这个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一题基本上大概就 大概先到这边先打住 那待会的话 因为还有会延伸电影 因为同学对于那个网路上抓 因为像热头彩这个101年 100年也是网路上抓到的 那只是说 同学就会说 老师那你怎么抓的 你有没有办法一键 因为网路上资料每天都在变动 那如果说你如果可以随时变动的资料 随时可以抓到e-sale 那当然太方便了 或者大量的资料 你一键按下去 全部的资料 全部都倒到e-sale里面的话 那这样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而且现在又流行 又流行所谓的开放资料 网路上都可以找到你要的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把它快速的 放到e-sale 产生你要的一个统计结果 那这个部分怎么办呢 待会我们再来补充说明 我后面会有一个延伸的练习题 是在讲那个利用大乐透 下载大乐透历史资料 当然网路上不是只有大乐透 什么精彩539 威力彩 六合彩 什么彩一堆的 那只要有历史资料 网路上都查得到 也就是其实网路上查得到 资料太多了 那以后你们可以做的 最好是全部都自动化 甚至连按按钮都不需要 它会自动去跑 它只会告诉你 某一些资料变动到什么样的数值 只自动跟你讲注意就可以了 那你就不用说有人随时都要去盯着某一方面的资料了 所以这东西如果你大量让它自动化 你会发现那个效用还蛮大 所以这个部分待会我们再针对后面的 这个抓取网路上的历史资料做说明